大家好 欢迎收看日更频道 澳门昨晚在雷雨交加之下 多区绿德冰雹报告 大约一只手指头这么大的冰雹从天而降 打落屋蟬和车顶上经动不少街上的人 不少逃人走到骑楼等等站备 气象局表示 昨晚9点多个地区绿德冰雹 是澳门至2011年以来首次 邻近的珠海斗门等地 也同时绿德冰雹报告 气象局表示 受到一度低压吵的影响 昨晚出现强的对流天气 9点20分 前后多个地区都绿德冰雹 今次是澳门至2011年 在澳门国际机场绿德以来 再次绿德落冰雹 今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当中 澳门绿德频密的闪电 强烈震风和冰雹 同时根据雷达监测资料显示 澳门半岛以东海面 曾经出现中尺度的窩旋现象 所以不排除出现水龙卷的可能性 预料低压吵将会持续 在未来两日影响澳门 驻三角地区天气仍然不稳定 气象局就呼吁居民出门前要留意天气变化 特别关注天气讯息和天气警告 说回昨晚的澳门情况 澳门昨晚突然之间雷雨交加 气象局在夜晚8点45分发出特别讯息指 受到强对流天气影响 预料短时间会出现冰雹 呼吁居民去到安全的室内场所暂备 直到夜晚9点多 在大潭山气象站开始观察到冰雹 多区的居民亦都映到落博 并且放到社交平台上 引起不少市民的热议 我们一起看看昨晚的情况 哇 现在变饱了 哇 哈哈 哇 还要蹲蹲 这不是很厉害吗 红花匠 是啊 一粒粒 气象局昨晚8点50分才发出黄色暴雨警告 大约20分钟之后升至红色 期间 澳门多区横风横雨 有途人遮都被吹翻 全身湿晒 部分低瓦地区出现积水 途径的车辆都剪起水花 尼岛就有树木被强风吹倒 消防员到场处理 随着雨势逐渐减约 气象局在夜晚10点20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 有居民表示 当时炸车过桥横风横雨 并搏击中车身 事后仍然心有余悔 网上亦都流传影片 在新城A区对开的海域 疑似出现水龙卷 珠海斗门在昨晚8点半 亦都天气骤变 急雨伴随着大风 珠海市气象台发布冰薄 橙色预警和黄色暴雨预警 夜晚8点58分 全市雷雨大风预警信号升到红色 珠海市三房指挥部 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 启动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回应 和防身四级应急回应 赋予户外的人员应该及时去到安全场所占备 妥善安置容易受冰薄影响的室外物品和车辆等等 不要进入孤立的棚屋 纲顶等建筑物或大树下 出现雷断的时候应该关闭手机 大风和骤雨之下 珠海南平以西 尤其是斗门白昭一带落冰薄 根据网友展示 撿到的冰薄大约类像鸿春弹那样大 珠海大风雷雨天气昨晚9点半逐渐变西 截至昨晚10点 珠海市自动监测站 录得的前10个降雨最多的网站 都是位于斗门区 而香港天气昨晚亦都急转直下 天文台夜晚9点半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又指珠江三角洲有冰薄报告 预料香港短期内亦都可能受冰薄影响 和高达每小时110公里或者以上猛烈震风继续吹袭香港 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至夜晚11点左右取消 而香港元朗昨晚就出现奇境 地区群组风传多段影片 见到元朗大树下天后庙对出的位置大风大雨 夹杂着大量凝齿飞雪的白色物体 无论是天上面还是地上面都白茫茫一片 途人未有带傘增相走臂 相当至狼狈 更加有人大叫 而庙里面的雅姐头也都站满了人 元朗飞雪的画面震惊网民 不少人以为是落冰薄直至很夸张得人惊 加上鼓声有点恐怖 亦都有人担心四月飞上有远程 另外有人感叹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 不过有不少网民指出 飞雪的真身其实是木棉花 无需要大惊小怪 指出那个公园对面有木棉花 落大雨的时候 横风横雨所以吹晒落地 而香港天文台昨日 全日就录得6106次云对地的闪电 新界东占近一半有2925次 港岛和九龙录得近1647次 而新界西就有921次 大雨山就613次 闪电绝大部分是在暴雨期间录得 昨晚10点至11点就占了5914次 即是9成8 一个小时之间录得近6000次的闪电 雨量方面大部分地区录得20毫米或以上 当中大澳和大武山一带超过40毫米 中央气象台在今早6点就发布强对流天气 蓝色预警 预计是5月1日早早8点至2日早早8点 广东南部和沿岸海域等地的部分地区 将会有8至10级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最大风力是11级以上 而中央气象台亦在今早6点 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预计5月1日早早8点至2日早早8点 广西东南部 广东中南部 福建南部 海南岛东部 台湾岛大部分地区都会有大到暴雨 其中广东南部沿岸地区会有大暴雨 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 最大小时的降雨量是在20至50毫米 局部地区可以超过70毫米 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 有些人以为天气冻才会下冰雹 但是现在天气这么热 究竟这个自然现象是怎样形成的呢? 冰雹和雨 雪一样都是在云层当中形成 是一种凝结的固态降水 冰雹的形成和雨水很相似 上升气流除了可以伴随着水气上升之外 也都可能将已经凝结的小水滴推到高空 如果高空的温度达到摄氏零度或以下的时候 小水滴就有可能凝结成冰雹 这些冰雹在空中通过彼此之间的吸护和碰撞 进而增加它的质量 加上强烈的上升气流 令到这些冰雹一直维持在冰冷的高空之中 直到上升气流再无办法撑住冰雹的重量 而造成冰雹坠落 在坠落的过程当中 如果冰雹融化成水而落就是雨水 如果未融化的就称为冰雹 也就是昨晚出现的自然现象